四骑士神话军团全明星4.0毒骷髅 精灵锻造的毒骷髅剧毒术师套装 今天锻造骑士继续带大家仔细看看四骑士神话军团系列 今天的是全明星4.0毒骷髅 第一眼看过去 骷髅心态还挺猛的 不过仔细一想 我记得这个毒骷髅不是术师吗 怎么还拿着个锤子做牌 这么大的锤子 轮起来的话 孔子也得掂量掂量吧 不过最近的文伦法师都这么猛了吗 你也想当近战法师 对对对 赶紧拿开锤子动牌 让我看看 这个毒骷髅的头雕看起来还真的挺猛 健康的颜色 宽布的裂痕 哈人哈人 不过可动性着实不错 毕竟是骷髅 什么骑行怪状的姿态都可以 大风车手臂 360头骨 腿部的前踢后踢角度都很不错 裙甲则则是软胶材质 摸起来倒是挺柔软的 不过也只能看看 等等 身上这坚硬的盔甲 是怎么回事 手脚都被盔甲包裹 已经是个成熟的骷髅了 害怕受伤吗 特别是脚部已经被盔甲团团包围 加上起码50的大小 不能说素食一模一样 只能说毫无关系 不行 我得去找设计师Dokra 好好的改造改造这个毒骷髅 Dokra 给你看个新大的魔王哦 这是什么 骷髅战士 我和你说这是素食 你信吗 这是素食 单调 太单调了 这法师全身都是盔甲 又不是战士 难道想要当近战法师吗 嗯 不行 好好的一个法师 怎么能这样呢 强迫阵犯 看我的 打工告成 打工告成 居然设计了三个配件 断绍骑士 先带大伙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件就是下半身法师袍了 有着不规则做旧涂装 两边同样的绿色描边 内置铁丝随意玩曲 第二件就是 布置裙甲前片 搭配铁链 剧毒骷髅术式感觉就涌现出来了 这个裙甲可比原版裙甲 质感可动性都好多了 穿戴相当简单 拆开上半身 举下前片 套路布置前片 扣紧法师袍 穿戴完成 第三件就是猪蹄 术式袍了 盛情帕配饰居然做成了绿色排骨 大骨凹成汤 不错不错 背后绿色的樱花 术式帽上则是有两条绿色描边 术式袍可以直接穿上 然后扣紧暗扣就完成了 整体紫色非常符合死灵术式的形象 部分绿色则是象征着毒骷髅 不会是设计师打的 一下就设计出这么符合 毒骷髅形象的疑分套装 好像还缺个法杖 我这里的法杖可是要多少有多少 骷髅法杖来试试 哎呦 感觉不错哦 还有其他法杖 其他法杖也来试试 骷髅法杖来搭配 骷髅配骷髅 绝配 T1套装三配件看起来是分开的 实际上 确实是分开的 但是 传战区立马如为一体 就像一整个术式袍一样 你可真是个废话文学代事 我看了这么久都是整不住了 诶 设计师Dog.Ruah居然来了 正好给大家介绍介绍 毒骷髅的设计理念呗 哎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 那我就大发自卑的告诉你吧 这款毒骷髅原本看起来 过于像战士了 身为术式怎么能这样呢 太单调了 于是呢 我就以紫色和绿色为主调 拓展设计了这款剧毒术式套装 与众不同的 当然是毒骷髅背后的绿色印花啦 渐变的颜色就像是剧毒的绿色藤蔓 非常符合毒骷髅术式的剧毒形象 当然啦 满足术式形象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便是胸前的绿色骨骼配件 远远看上去就像是毒骷髅露出了骨骼 还是需要作为骷髅的震慑形象的 整体做成了三款配件 比做成一体式的更加灵活哦 搭配性与可动性也不好了呢 真不愧是Docker 1 设计思路相当明确 正好一起来看看 举如试试套装 效果到底如何吧 举如试试套装 大家觉得这款独狐楼剧图术式套装如何呢 还想看哪款魔王改造 欢迎评论区交流哦 这里是锻造骑士 这里是设计师多头话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记得一键三连哦